秋天的雨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 它带着清凉和温柔 轻轻的 轻轻的 趁你没留意 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秋天的雨 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 你看 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 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 山啊 山啊 山走了夏天的炎热 它把红色给了枫树 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游飘 飘啊 飘啊 游来了秋天的凉爽 金黄色是给田野的 看 田野像金色的海洋 橙红色是给果树的 橘子 柿子 柿子 你挤我碰 争着要人们去摘呢 菊花仙子的颜色 就更多了 紫红的 蛋黄的 雪白的 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 平平平点头 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 梨香香的 菠萝甜甜的 还有苹果 橘子 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 都躲在小雨滴里呢 小朋友的脚 常被那香味勾住 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 它告诉大家 冬天快要来了 小喜鹊 闲来树枝造房子 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 小青蛙在家井挖洞 准备舒舒服服地睡大觉 松白穿上厚厚的 油亮亮的衣裳 杨树 柳树的叶子 飘到树妈妈的脚下 他们都在准备过冬了 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 是一曲丰收的歌 带给小朋友的 是一首欢乐的歌 这秋天怎么总在下雨啊 麻豆啊 秋天的雨 其实很美啊 哪里美了 你看这课文里写的 秋天的雨带着清凉和温柔 轻轻的 轻轻的 趁你没留意 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秋雨温柔又轻盈 轻轻地降落在地面上 滋润着万物 多美啊 这句话不就是说秋天要来了吗 对啊 这秋雨正是秋天到来的标志 说起这秋天啊 也是非常的美啊 色彩丰富艳丽 秋天的树叶都变黄落下来了 花也枯萎了 哪里色彩艳丽了 你看这银杏树叶是什么颜色的呀 是黄色的 嗯 枫叶呢 是红色的 这田野和果树呢 田野是金黄色的 像金色的海洋 果树上的橘子 柿子 都是呈红色的 菊花呢 菊花的颜色就更多了 紫红的 淡黄的 雪白的 哇 这样看起来 秋天的色彩的确又鲜艳又丰富啊 可是这跟秋天的雨又有啥关系啊 你看这段话开头就说了 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 这些色彩啊 都是秋天的雨带来的 这样说好像有点道理 不过秋天来了 还有什么好处啊 你不是最喜欢吃柿子了吗 柿子一般是什么季节成熟的呀 啊 是秋天 嘿嘿 没错 所以课文里说 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 这气味就来源于 这些在秋天成熟的果实啊 哇 看上去好好吃的样子 啊 你看 小朋友的脚也跟你一样 被那香味勾住了 勾住 不是跟我样摔倒了吗 这个勾住是指小朋友们被香味吸引 他们可没你这么 呃 都是这些水果看起来太好吃了 哎呀 怎么来了这么多小动物 你看看这些小动物们在做什么 哎 小喜鹊咸着树枝来回飞 小松鼠叼着松果来回跑 小青蛙在挖洞 哎 这个我知道 青蛙挖洞是要冬眠 哎 没错 其他动物其实跟青蛙一样 都是在为冬天的到来做准备 因为秋天的雨啊 像个小喇叭 告诉他们秋天已经到了 冬天也不远了 哦 原来大家都在准备过冬啊 嗯 这秋天的雨有这么多重要的作用 你说 美不美啊 美 美 哎 夫子 这最后一句说 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 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丰收的歌我明白 欢乐的歌是什么呀 就是给小朋友们带来欢乐的意思 秋雨凉爽舒适 不仅带来了色彩缤纷的秋景 还带来了香甜的水果 还有许多准备过冬的小动物 小朋友们在秋天可以收获许多欢乐 嗯 这样看来 这篇课文写的是秋天很美 为什么名字要叫秋天的雨呢 你说的没错 这篇课文虽然叫秋天的雨 实际上写的是秋天的景色 秋雨啊 是作为一条线索 将秋天的众多景物巧妙地串联起来 从而展示出一幅美丽丰收欢乐的秋景图 哦 原来搞半天 这秋雨只是个线索 根本不重要嘛 啊啊啊 啊啊 啊啊